今早的AT个股推介是FI2南方恒指7500 选择原因是被战11月港股仍然面对多重关口遥过 包括美国议息、内地经济增长面临压力、人民币持续受压、内地近日疫情回升和美国选举等等 综合以上形势 预料11月港股仍然难捱 至少出现内地疫情以及经济回稳、美国加息预期放慢等利好因素 才有助带动恒指走出最坏时刻 目前,11月策略适审慎 现金为主,亦可考虑少住做淡 策略上,投资者可逢恒指反弹买入反向ETF 例如2倍杠杆的FI2南方恒指7500 或FI2南方国指7588 其中7500较为活跃 昨天的成交金额接近4.3亿 成交中数是超过3300笔 是买卖首选 7588的成交金额是2065万 成交中数是190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